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答疑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,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,为什么儿童亦患上白血病呢? 儿童作为白血病的易感人群,之所以患病和各方面因素有关 需要通过寻找病因的方式采取预防措施 那么白血病为何更容易找上儿童呢? 一,孩子抵抗力薄弱 一般孩子的抵抗力比较薄弱 如果没有注意饮食的健康,存在错误的饮食行为 加上平时缺乏锻炼,几乎不接触阳光,容易让孩子身体受到伤害 日积月累之后,除了免疫功能受损之外,还可能会增加白血病的患病风险 二,基因影响 孩子容易患上白血病和遗传方面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染色体畸形,染色体变异的情况下,孩子有可能会出现白血病 三,环境污染 白血病容易找上儿童和环境污染也有一定的联系 现在的环境污染情况越来越严重 如果孩子本身抵抗力薄弱 在刚装修好的房子里,长时间生存或者接触了很多含甲醛的家具,吸入了甲醛毒气,可能也会导致白血病产生 好了,各位亲爱的朋友,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,可以关注我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,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